今天天气好晴朗 处处好风光好风光 嗨 他是一看到镜头就不会说话的人 给你机会你干嘛 不敢不敢 这是我的研究生同学 怎么这么麻烦的男人呢 大姐 叫我回家了 你不要叫我大姐好吗 太早 因为下周就是七夕了嘛 但七夕的时候可能会上班或者出差 所以今天跟瑞哥趁这个周末提前出去过一下七夕吧 你们看我上一次种的青菜已经很大都吃完了 然后这一次种的呢 又是新的一轮成长 我们再配那个给植物浇水的需要的养分 这个是那个硫酸亚铁 自从有了这些花 然后工作日都是早上的七八年起来浇花 用了几个月还没有用完的遮瑕的小样 只买了0.5克用了几个月了 我们突然发现海洋馆好像都是小朋友来的 很少有我们这样年轻情侣过来过七夕的 很少有我们这样年轻情侣过来过七夕的 感觉误入了一个儿童世界 都是小朋友 但没有办法瑞哥让我安排的 我安排的就是这样同心为敏的这样的一些活动 非常喜欢看动物 我们来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来坐着休息一下 在车里休息一下 大中午真的太热了 我们上午去逛了个街 然后买了点七夕的礼物 现在准备中午去三里头的附近吃个饭 就是之前我在短视频上刷到 我觉得挺可爱 然后就买给瑞哥的小猪猪 瑞哥真的太忙了 就是现在是周末 我们其实是不上班 但他们就都要加班 就是以前他们国旗都不加班 周末都是自己的时间 现在是不是航情不太好 所以国旗都开始加班了 就周末已经打两天的电话了 肥宅快乐水 今天快乐了吗 你吃什么快乐 别哭啦 一百年纪的人 我要吃这个 在认识我之前 瑞哥经常去拍小姐姐的照片 认识我之后呢 就再也没有拍过其他小姐姐 只拍我一个人 没有机会 你好像很像有机会一样 没有 给你机会你敢吗 我敢不敢 没想到吧 这个七夕出来约会约 就约到办公室里面来了 因为呢 她要周末来加班 我就陪她来加班好了 正好我也把我这个电脑 什么都带出来了 到家准备休息一会儿 给大家拆拆箱 看看最近买了什么吧 然后这个是今天早上买的 这个牌子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都看了 它是一个那种饰品店 然后是日本的一个品牌 对就是我给她买七夕礼物 我们再来第三年了 就老夫老妻 所以买七夕礼物 就是没有什么惊喜的那种 都是说哎 你想要什么 好你想要那个 行那我去买 我去付钱 就是这样的一个银链子 还是蛮特色的 这个比较适合配那种黑色的T恤 然后就带在这里 我之前有段时间也尝试过 穿那种什么T恤啊 比较酷子的潮的搭配 不是很适合 所以回到那种偏文艺 淑女的搭配 然后这种就明显不是很适合我 我还是安静的做我的小鲜女帮 她的极力确认说我要买一条 我说不 就当作我送你的七夕礼物 我就不要了 就是这样的一条链子 今天还给她买了这个 就是那个小米的一个 米家电动T恤刀 因为七夕马上要到 所以经常有人问我说 可以给男朋友送什么礼物 我觉得送一个T恤刀 是比较就是实在的 而且她每天几乎都能用到 就她用到的时候 就会想到你 就是一个比较实用的存在 这个大概一百多 我在店里买的 然后我到店的时候就发现 小米做了好多那种生活用品 因为我们家有个小孩同学 但我感觉我只把小孩同学 开发了1% 我只用她来听歌 后来就前几天有一次 我去我闺蜜家玩 我就发现她全部都是用 小米的夹电 什么小米的风扇 然后还有小米的灯 还有小米的智能插座 所以她就是小孩同学 可以打开灯 她又运我了 我发现可以通通的灯 好好 我家就没有这个 这个设备 你突然觉得 哇这她家好智能啊 不过这个应该用小孩同学 就不能控制了 等之后有机会的话 我再尝试买一些其他小 比如什么风扇啊 灯啊 然后都连到小孩同学上面 然后呢 最近还收到了这个 登登 这是老朋友Sophie 送给我那个 七夕的情人节的牙刷礼盒 这个情人节包装 真的太特别了 你们看 这儿还有两个嘴唇 你看这个包装也很适合 就是送情侣 作为七夕礼物 我都有一点舍不得 丢掉这个盒子了 然后打开嘴唇 哦就是里面是这样的 然后你们看上面 这两个照片呢 认得出来吗 然后这个是我 这个是瑞格 它是一个蹲下来 给我拍照的姿势 因为我们俩是在那种 摄影论台认识 然后生活中呢 无论走到哪里 不管是去旅行 还是出去逛逛呀 都是她会拿这个相机 给我拍照 所以我就选了一张 这样很有意义的照片 其实他们家牙刷 就我去年就有在用 然后这一支带 经常会看到她有出镜 今年是因为七夕牙道 然后我也很喜欢这样照片 所以我就想把它 做在牙刷上面送给她 它的特点就是这个毛特别软 然后只有0.01毫米 就比较适合我们这种 就是牙医比较敏感 比较容易出血的人 那之前这个呢 用起来就是觉得非常轻柔 然后清洁力也很强 很舒服的那种 微不至的清洁的感觉 我觉得也是比较适合 这个七夕的送礼的 特别是如果你对象 有那个抽烟喝酒的习惯 一定要劝她尽早开始 用这个电动牙刷 电动牙刷真的可以比普通牙刷 清洁的要干净的许多 因为今天她不是让我 她还买那个情侣项链 就是我不想跟她买情侣的 我不喜欢那个 然后她非让我买一个 我就去一个饰品店挑了这个 这个是一个比较长的毛衣链 因为秋冬要到了 我可能会穿那种 就是纯色的打底衫 配上这样一个毛衣链的话 就还蛮精致好看的 是比较长款的那种 最近还买了几件衣服 这件应该已经拍过视频给大家了 就那个野兽派的睡衣 上一次分享的是黄色那一件 然后实在是穿得太舒服 每天在家里都当居家服和睡衣来穿 所以我又把那一件蓝色买回来了 她还有一件绿的 不知道我过一段时间 会不会把那一件绿的买回来 我最近还买了一件连衣裙 回归这个裙子的风格以后 就买了很多好看的小裙裙 像这个它是一个那种方领的 就会显得你的肩颈线条比较好看 然后也是那种嫩黄色的 Yes Room家的 感觉整体的版型还是就 比较温柔有气质的 脚踝这么长 我还买了我今年的第一件秋装 也是他们家的 就在逛淘宝店的时候顺便看到上行 然后就一起买了 然后这件外套也是那种 oversize的风格 就是比较长的一点 然后雪纺的布料也挺舒服的 差不多都就到这里 那今天还拆了几本书 然后是这个 瓦尔登湖 乡土中国 还有这个万古江河 因为最近就感觉书荒 不知道该看什么 然后就想在家买点书来看 我就挑了那个 网界的校长赠书 赠美新生的书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好的书 所以拿到这几本来看 这就是我八九月的读书目标了 你要吃哪个 它有一个羊枝干露 然后有这个芒果白雪黑糯米甜甜 然后就是我的研究生同学 哈喽 然后我们在家一起吃些甜品 吃甜品 专门去跳这种音乐吗 他喜欢 这一个也是 也是跟这个差不多 但这个是冰沙 你想不想吃两个 它是芒果斑鸡 那个 他没事 他不吃的 不用管他 他就喝茶就好 这是我挑的两个杯子 我这个毫无美感的插花作品 送走我的好朋友 然后一起看一看视频吧 今晚还有像很神秘的活动 是今晚的结束 先换个睡衣出去 我们要去一个神秘的地方 两个闲散人员 我是那种每去一个城市旅游 或者出差 都要去体验当地足疗文化的一个人 只要说的有文化一点 足疗文化 你喜欢吗 我 明明你也很喜欢 他是一看到镜头 就不会说话的人 他还说 如果我的视频里要拍到他的话 还要给他变身 你说怎么这么麻烦的男人呢 干嘛 又说我侵犯你的肖像权是吗 你不要叫我大姐好吗 我们现在刚二组聊 就刷朋友圈说刷到北京 现在是雷震雨暴雨 就是哇 狂风大作又下雨 所以我们可能回不去了 其实我很喜欢下雨天 就觉得空气很舒服 然后很凉爽 小心小心 小心 下过雨了 就是一片狼藉 我们在那儿借了把伞 就准备走回去了 好啦 大家晚安 tän trends 还内散 bef modifications 再见 ãyее 全装 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